有来医生,有健康,想未来 黄体功能不全该怎么办? 首先,黄体功能不全是月经稳关的一种情况 也就是,黄体功能不健全可以导致月经失常 出现这种情况,首先要寻找原因 根据病因再进行相应的治疗 我们的月经受下丘脑,垂体和卵巢分泌激素影响 有其相应的月经周期 而卵炮期每个人的长短是不同的 黄体期是一定的,也就是14天 当黄体功能不健全时,卵巢所分泌的雌韵激素会比较低 这时,黄体期会缩短,所以表现为月经周期也会缩短 这时如果怀孕 由于黄体功能不全,可以导致流产现象 通过补充孕激素可以改善 可见,黄体功能不全,体内的孕激素是不足的 所以,当出现黄体功能不全时 可以在月经的后半期补充孕激素来进行治疗 这样,既可以调整月经,又可以保证体内激素的平衡 从而治疗黄体功能不全